主料,豆腐150克,青椒50克,芹菜30克,辅量,油,盐,淀粉,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日本豆腐切圆,青椒红萝卜切块备用,热锅冷油,入锅油煎,豆腐油煎好后装盘,芹菜洗好阶段,放入切好的青椒芹菜,加入盐糖炒香,加少许清水后勾芡, 然后浇在日本豆腐上,即可就成了一盘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香煎日本豆腐了,看看是不是卖相很好呢,烹饪技巧,煎豆腐是火候待适中,不能煎得太老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